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8月10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說過今天的新聞提要 香港教育團體教協被軍媒點名批評後 說承受巨大壓力宣布解散 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在中國的販毒死刑案上訴失敗 加國大使譴責 只宣判和曼滿洲案並非巧合 89民運人士李旺陽梅夫因病離世 官方嚴禁拜祭 上海市新冠病毒專家張文宏 建議中國當局應學習和病毒共存 被前衛生部長高強批評 詳細的新聞內容 早前被中國官媒轟讀樓 港府終止其工作關係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就已宣布解散 會長馮偉華形容 決定艱難 指近年社會和政治環境改變 加上近期一些急劇發展 形容教協承受巨大的壓力 看不到前景 在未來也找不到化解危機的方案下 只能無奈解散 有政治學者擔憂 教協解散後 或觸發工會解散潮 削弱香港公民社會力量 聽鄭日瑤報導 被官媒評擊的第十一日 香港教協48年的歷史最終是星期二迎離終結 教協會長馮偉華和八名理事一同建記者 馮偉華應用解散是無奈 艱難和痛心的決定 亦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無論是社會和經濟 或者是政治方面的環境 都有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尤其是在近這幾個星期 或者這幾個月 那個情況變得比較差 我們是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經過一輪的努力 我們仍然找不到一個可行的方案 去化解今次的危機 所以經過理事會深入的討論 和慎重的考慮研判 我們決定解散教協會 中國官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在上個月底批評教協是獨留 港府在同日隨即宣布 終止和教協的工作關係 面對北京和港府雙重夾擊 教協先後宣布退出職工盟 以及成立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 來釋出善意 不過馮偉華指出 過去一星期的措施無用 仍然有離事四方八面的批評 承受巨大壓力 看不到前景 因此在未能找出化解危機的方案之下 理事會一致決定解散教協 馮偉華說 教協會按會將和相關法例處理解散安排 目標是有序合理地做好解散工作 他有感謝會員支持和同行多年 也希望會員能理解教協決定 繼續在各自崗位上為教育專業作出貢獻 對於教協解散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和 局方不作評論 強調最新的發展對教育局的工作絕無影響 將會繼續和名副其實的教育專業團體合作 做好培養年輕一代的工作 加入教協二十多年的張老師 說自己突然前來支持教協 形容教協是迫於無奈之下解散 如今決定可以避免被當局取締 由警察上門搜查等局面 面對目前政治高壓氣氛 他認為教育界目前已經沒有前景 老師會員發聲的空間收縮 並透露自己快要移民 教協就算釋出善意 亦都難逃解散局面 外界關注 香港其他專業團體或者工會 未來會不會報教協後塵 本身是教協會員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 高級港師蔡子強就說 教協擁有鴻厚的歷史背景 財政資源和龐大會員數量 但最終在目前政治氣候下選擇解散 擔心或者會掀起工會解散潮 我相信對其他公民社會組織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如果教協都頂不到 那不是其他本身都很難支撐下去 所以我就擔心會觸發了一場骨牌效應 令到會有更多的組織選擇解散等等 教協由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說 在1973年創立 至今已經有48年的歷史 既是香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 也是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專業團體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鄭日耀報導 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在中國被控走私毒品 二審法院駁回上訴 維持死刑原判 加國外長發聲明強烈譴責 加國駐華大使認為 該案上訴結果公布時 曼晚舟引渡案踏入最後庭審階段 兩者並非巧合 另據外媒報導 加拿大商人斯柏弗 被中國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預計案件最快週三宣判 國際關係學者指出 中國無私法獨立 人質外交系慣用的手法 而中國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 對相關案件判決 相信不會有讓步或軟化的空間 聽聽陳妙齡報導 被控在中國走私、販賣、運輸和製造毒品的 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 因為不服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 在案件重審後 將刑期由入獄15年改為死刑 提出上訴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 週二早上開庭 二審駁回上訴 維持死刑的原判 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加拿大外長加樂 在判刑後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 又說已經多次向中方提出 堅決反對這種殘忍和不人道的懲罰 會繼續與中方的高級官員接觸 期望寬大處理 加拿大駐華大使鮑達文 也對判決表示譴責 又說中國宣布謝倫伯格的上訴結果時間 加拿大正在審理華為副董事長 曼晚舟的案件 認為並非巧合 加拿大對於中國任意使用死刑的情況 深表關切 謝倫伯格的代表律師張東石對本台表示 因為疫情關係 當事人無法到法院 只能在大連的看守所 以視頻連線的方法 聽取判決 張東石說謝倫伯格文判之後 表現平靜 是通過視頻的連線方式 和他們之間進行溝通和交流 但是具體內容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不在場 張東石說 雖然案件已經完成二審 但被判死刑的案件 和一般的案件不同 根據法律規定 在執行死刑之前 要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覆核 沒有具體的時間限制 當事人雖然被判死刑 但仍然有機會 在覆核的過程當中獲得減刑 這個死刑複合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有幾種選擇的可能 一種就是維持自刑判決 那麼接下來就要執行死刑了 第二種是發回重審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二審判決不清楚 那麼就會由兩種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生一次 還有第三種可能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直接改判一個更清的刑法 比如說無期徒刑 15年有期徒刑 甚至無罪 可能性雖然很小 但也是存在的 張東石說 根據法律 即使最高人民法院維持執行的判決 也都要安排犯人和家屬見面 受到疫情影響 如果要安排謝倫伯格的家人到中國 最少要提前一個月通知 案件現時仍然存在未知數 他說在二審判決之後 曾經要求和當事人直接溝通 但未獲法院批准 他計劃申請下星期去到大連的看守所和當事人會見 解釋後續的法律程序 另外路透社報導 加拿大商人邁克爾 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案件 預料最快在星期三會有判決 熟悉國際關係的政治學者鄭宇錫說 中國並沒有司法獨立 案件的判決往往有政治的考慮 以謝倫伯格的案件為例 案件一審時 他被判監禁15年和驅逐出境 顯示當時中加關係良好 中方採取較寬大的方法處理 但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後 法院將案件重審 再改判死刑的重刑 他認為兩宗涉及加拿大人的案件 都在孟晚舟引渡到美國的案件 快將有結果之前判決 也是中方慣常使用的人質外交手法 我相信在加拿大政府的眼中 如果孟晚舟真的這個案件 孟晚舟方輸了 會被引渡到美國受審的話 加拿大政府會相當緊張 特別害怕會出現這類政治性的案件 加拿大人很可能是成為人質的 被視為政治的人質 至少在加拿大現政府 是有這樣的擔心的 鄭月石說加拿大在公民被捕之後 已經對在華國文法警告 提醒要留意安全 認為今次事件 不僅影響到已經變差的中加關係 也會影響到中國的營商環境 投資者的信心 以及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形象 但在中國民族主義高企的情況下 相信中方不會有讓步空間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妙齡報導 離奇身故的八九民運人士 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 週二早上不滴肝癌並發症離世 享年63歲 她的妻子李旺寧傷心欲絕 又透露官方嚴禁拜祭 多位昔日的戰友難掩悲痛 對趙寶珠心表敬意 指她多年來為家人 為民主事業作出巨大的犧牲 而無怨無悔 對她未能在有生之年 見證李旺陽沉冤得雪 感到遺憾 聽聽李旺字報道 趙寶珠週二早上6時20分 與世長遲 她太太李旺寧一直陪伴在則 她和前友善中國組記者 林健成通電話的時候一不成聲 她說丈夫將會被安葬在 李旺陽無地所在的 湖南少陽市大山嶺寧園 但她透露有民運人士 今天早上接到通知 說當局禁止愛人前往拜祭 公安又以疫情為由警告她們 她說現在需要時間收拾心情 第二天才能夠處理丈夫的身後事 林健成坦然 李旺寧的家庭經濟不太好 早前為丈夫治療癌症已經浪費了大筆的醫療費 雖擔心李旺寧處理丈夫身後事會困難重重 但是愛人都愛莫難壯 因為現在的政治形勢複雜 不單止拜祭被禁 就連匯款都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她回顧和趙寶珠夫婦的相識 是在李旺陽世世一周年前夕 三個人在避開監控之下在廣州見面 她說趙寶珠在她印象中比較沉默寡言 後來隨著李旺寧去拜祭多次遭到打壓 她積極投入中國民運發展 近年也有關注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展 第一 李旺寧會很辛苦 第二 作為丈夫也可能會有些埋怨 似乎我沒有從李旺寧的口中聽到趙寶珠有任何的埋怨 李旺陽家屬前法律代理人堂經寧王 見證著趙寶珠夫婦長年累月 承擔了李旺陽民主路途所作的種種犧牲 畢生最難忘的是在最初見面的時候 他們在工地打工賺錢的情景 在他們身上見到對家人深深的愛 也都因為這份愛 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人士的堅定後盾 他也知道當局禁止外人拜祭 只能盡力聯絡最近當地的朋友表達心意 我想趙寶珠先生他去世的話 現在還是李旺陽先生成冤畏雪 這確實可能是他生命中會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我們這些還活著還夠活著的人 我想還是要幫助他們去解決這些事情吧 一直和李旺陽家屬保持聯繫的 尤尖旺區議員朱崗偉向本臺說 對於痛失戰有心表難過 在訪問期間都忍不住哭 沒想到在2018年 和趙寶珠在深圳的見面會是永別 對方無法再兌現在湖南老家請吃飯的承諾 對於內地為權人士那種 即是鬆容就義 或者為了對的東西 原來堅持那個傳統 是很有合意的味道 趙寶珠他們 他們三代人都追尋這個民主 都經歷過這個壓迫和打壓 然後他們仍然堅持 傳承這種心 值得香港人知道 值得香港人去領會 今年四月中 趙寶珠被驗出患有直腸癌末期 當時已經擴散至幹部 他在五月中 在長沙完成了直腸癌撤除手術 再回到兆陽當地腫瀏醫院 靠食藥打針減輕全身的痛症 但由於醫療費高昂 他當時需要籌錢 以準備做第二次手術撤除肝癌腫瀏 李旺陽在2012年接受當時的 《有線新聞》中國組記者林健成的訪問 報導播出後四天 突然被發現在醫院內死亡 湖南省公安廳當時宣稱 說李旺陽是自殺 但他的死因一直還說紛紜 不少人質疑他是被自殺 到現在疑團未解 趙寶珠夫婦自此被官方嚴密監控 當時因為受訪而被失蹤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來自此報導 Delta變種新冠病毒在中國蔓延 衛生部前部長高強 日前批評內地專家建議國家考慮 和病毒共存 輿論認為言論明顯是針對 被內地網民力挺的抗疫專家張文宏 有評論指 當局近期移對張文宏進行有組織的批鬥 相信是由於他提出的病毒共存論 和中共以疫情為由嚴控百姓的方針背道疑詞 聽聽文海恩報導 中國衛生經濟學會總顧問 衛生部前部長高強 日前發表題為 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的文章 批評世界疫情再度氾濫 是因為英國和美國 盲目解除和放鬆疫情管控 單純依靠疫苗接種的抗疫模式 追求所謂的與病毒共存 文章提到 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 應該是有你無我 你死我活的關係 並說 令人猜疑的是 我們的一些專家也大講 Delta毒株的驚人威力 建議國家考慮 與病毒長期共存的策略 學會與病毒共存 在抗疫期間 被內地網民力撐的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上海市新冠病毒臨藏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雲 早前曾經在多個公開場合說 世界應對新冠疫情失敗 中國需要做好與病毒並存的準備 並說 我們曾經經過的 未是最艱難 最艱難的是 需要長期與病毒共存的智慧 他上月底也在微博發文 或日前爆發的南京疫情 令大家明白 疫苗無法將病毒完全清零 只能將感染後的病重率降低 他建議中國當局 應該學習與病毒共存 對此 網上輿論紛紛認為 高強的文章是針對張文雲有關的言論 有網民說 估計下一個被收拾的就是張文雲 張醫生越來越危險 說太多真話 也有網民說 如果現在實行與病毒共存 中國將會立即走上美國走過的路 這是他們承受不了 也有人認為 高強的文章是政治操作 而不是科學探討 中國流行病學業內人士周女士 接受本台訪問時 認為對於張文雲的攻擊是有組織 這兩天支持張文雲的文章都被刪除 他說現在中國最關心嚴格管控 當中包括政治因素 他相信因為張文雲這種說法 與西方類同 而且與中國現在的管控方向有所違背 因而被攻擊 主要是因為之前都這種防疫的措施 他們覺得是一種制度的優越性 現在這種情況 國內外內政外交這個樣子的話 它應該是 就像之前的消息說的是 要封鎖到 起碼封鎖到明年的年底 這個也不光是完全病毒考量 也有很多患者 政治等考量管控 我覺得 時事評論人葛女士對本台指 這麼多年來 包括流感在內的各種病毒 也都難以清除 所以認為要和病毒共存 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國維言委最新公布 過去一天 新增143人確診新冠肺炎 108宗是本土病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一嚴遲指責 南海欺凌行為 並警告聯合國安理會 衝突將對安全和商業產生嚴重的全球後果 他的言論引發中國的強烈抗議 聽聽胡海文報導 南海已經成為中國和美國之間 關係緊張的眾多熱點之一 華府拒絕接受北京聲稱是這個資源豐富的水域 擁有大片領土主權的說法 路透社引述布林肯在安全理事會 關於海事安全的會議上說 在南海或者任何海洋發生的衝突 將會對安全和商業產生嚴重的全球後果 當一個國家無視這些規則 而不面臨任何的後果的時候 它就會助長各地有罪不乏的現象和不穩定 中國聲稱在南海有大片區域的主權 這些區域和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印尼和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 雙重疊 每年有數萬億計美元的貿易額流經這條水道 其中有豐富的漁場和天然氣田 布林肯說 我們已經看到船隻之間在海上的危險相遇 以及為推進非法的海洋主張 而採取的挑釁行動 他補充說 華盛頓對恐嚇和欺負其他國家 合法獲取其海洋資源的行動 表示關切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冰指責 美國是無視生飛 任意派遣先進的軍艦和飛機 進入南海進行挑釁 並且公開試圖對地區國家進行挑撥 大兵說 這個國家本身已經成為南海和平和穩定的最大威脅 布林肯說 所有國家 而不僅是南海島嶼和水域的聲殺國 都有責任捍衛他們都同意遵守的規則 以和平方式解決海洋爭端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豪 湖海民報導 在台灣 總統蔡英文周二會見 美國在台協會新任處長孫曉雅 雙方期盼在既有的基礎上 持續深化 真朋友、真進展的合作夥伴關係 孫曉雅表示 美台關係正處於巔峰的狀態 希望未來在各領域上繼續強化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表示 這幾年來 台美關係持續有很多方面關鍵性的進展 她感謝美國政府 協助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 拜登政府近日也首次宣布對台軍售 期盼雙方未來在各領域展開更多合作 包括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和穩定 在安全方面 拜登政府上週也首度宣布對台軍售 相信對於強化台灣自我防禦的能力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除了感謝美國的支持 我們也希望雙方攜手努力 對於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和穩定 另外台美正在海巡科技以及教育等各領域的合作 都有許多的進展 期待未來雙方在更多新興的議題 包括對於氣候變遷的因應 也能展開更多的合作 蔡英文也感謝美國在抗疫方面的支持 今年6月 美國捐贈了250萬劑疫苗給台灣 她自出 在疫境中願意互相協助的朋友 就是真正的朋友 對於美國對台灣的堅定相挺 再次表達感謝 蔡英文表示 孫曉雅處長是相當資深的外交官 也是台灣的老朋友 在90年代曾經派駐台灣 也見證了台灣很多重要的轉變 她相信以孫曉雅處長豐富的外交經驗 以及對台灣的熟悉和長期關注 一定可以使台美關係更上一層樓 孫曉雅以巔峰狀態來形容現時的美台關係 她說台灣是美國享有跨黨派一致支持 台美共享民主等普世價值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定不移 她非常高興和榮幸 今次能以美國坐台協會新任處長的身份 回到台灣 期盼雙方在既有的堅實基礎上 持續深化美台合作夥伴關係 如大家所知 美台關係正處於巔峰狀態是史上最佳 希望未來能與蔡總統及其團隊共同合作 在各領域強化並拓展美台關係向前邁進 外交部長吳超雪在宣曉雅前來拜會的秀表示 中國在全球各地持續擴張影響力 已經引起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高度關切 台灣期待與美國等民主陣營國家共同合作 為維護印太區域和全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 貢獻心力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歐洲立陶宛允許台灣下個月以台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 引致與中國的關係惡化 中國外交部周二突然宣布 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 同時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的大使 立陶宛對中方的決定感到遺憾 重新在尊重一個中國原則的同時 決心發展與台灣的互利關係 聽聽情文報導 中國外交部周二發表聲明說 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 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公然違背兩國建交公佈精神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 並且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聲明強調 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紅線 不容觸碰 敦促立陶宛立即糾正錯誤決定 而立陶宛外交部發表聲明回應說 對中方此舉表示遺憾的同時 重新立陶宛本住一個中國原則 決心像歐盟和世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 謀求和台灣的互惠關係 本台致電中國駐立陶宛大使館 信問中國大使新之飛何時回國 政治處工作人員就表示 目前還沒有最新進展 目前沒有新的情況 德國臺灣瑞士評人成世光表示 立陶宛外交部的回應非常清晰和有智慧 他們在所謂的一中原則基礎上 與美國、德國一樣和台灣互切代表處 但是中國當局欺軟怕硬 借機宣洩對遭到世界反制的不滿 立陶宛的回應是就事論事 立陶宛這樣做是遵照規則在做的 跟中國有外交關係 跟台灣有辦事處的關係 全世界不都是這麼做的嗎 中共暗區跟美國抗議嗎 可是為什麼它現在對立陶宛這麼窮窮惡奇 十足的所謂的大奇效 充分曝露出中共的這麼惡馬的臉色 對大國人還毫不可勝 對這些小國人完全踩在地上 程世光也認為立陶宛雖然是小國 但是早前通過中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決議 退出中國主導的17加1合作機制 反對中國對台灣的霸凌 他們的勇氣遠超歐盟成員的大國 令人尊重 我們希望像歐盟特別這些領土樣的大國 更要做出這樣的榜樣出來 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 認為走過共產主義鐵幕時代的立陶宛 深暗獨裁專制的危害 因此選擇跟台灣結成民主價值觀相同的聯盟 中國應該反攻自行 為什麼這麼一個所謂的強盛的大國 會招惹到在世界各地 只要稍微對民主自由有點概念的國家 紛紛跟它劃進界線 甚至於結合起來 防衛他們 這不是一味的怪罪其他的國家 他應該想想 這麼多跟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 卻跟台灣發展實際的關係 只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標竿 謝志偉也認為 台灣問題常常被中方用作挑動國內民族情緒 因此不排除中共當局 再以戰狼外交作為內宣 透過操控言論來洗腦或轟弄 但是這次就會吹破 7月20日台灣外交部宣布 將會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設立台灣代表處 被認為是台灣外交的突破 當日立陶宛也宣布 將會在今年秋天到台灣設立辦事處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雪當時說 駐立陶宛代表處 是在歐洲國家第一個 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 台歐連結是對外工作重點之一 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 更能讓歐洲朋友 明白他們代表2,350萬台灣人 立陶宛在1991年與中國建交 近期對中方作出強硬姿態 今年5月推出中國主導的 與中歐和東歐國家的17加1合作機制 並呼籲其他歐盟國家跟進 立陶宛國會也通過決議 認定中共對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穆斯林 正在進行種族滅絕 自由亞洲電台情聞報導 總部位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人權觀察週二發表報告指出 由中國之座 在柬埔寨東北興建的一座 大型水壩發電站 2018年進攻後 已經造成數以千計的原住民 和少數族裔居民的生活 同身計遭受損害 這座桑河下游2級水電站 是亞洲最長水壩之一 其淹沒區 含蓋湄公河之流桑河 和施水博河回流點上游的廣大地區 聽聽胡凱文報導 這份138頁的報告 桑田滄海一個中國一帶一路項目 對柬埔寨的人權影響 記錄桑河下游2級水電站 將大約5,000人遷離祖居地所造成的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侵害 以及上下游數萬個居民的生計損失 柬埔寨當局和水電公司 並未有在項目啟動之前 適當地諮詢受影響的社區的意見 居民的疑慮基本上受到目視 很多水庫移民失去了財產和收入 但卻被迫接受不傷情的補償 安置區只是提供給他們 簡陋的住房和服務 而且沒有協助轉換生計來源的培訓 或是援助 水電站上游的其他受影響社區 更是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或是援助 人權觀察亞洲區畅議主任 直夫頓說 桑河下游2級水電站 徹底摧毀了原住民和少數族裔社區的生計 他們原本是靠著暴漁、森林採摘和農間 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直夫頓重申 柬埔寨當局應該立即檢討該項目的補償、 安置和生計恢復的辦法 並且確保未來其他項目不會再造成同樣的侵害 人權觀察訪問了超過60位社區居民、公民社會領袖、 學者專家和其他曾經研究過該項目的人士 並檢閱了相關的學術研究、商業紀錄和非政府組織 以及其他來源的調研結果 該水電站是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 一帶一路是一項巨額投資和基礎建設的計劃 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啟動 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很多一帶一路項目 都被批評是缺乏透明度、漠視社區意見 並且可能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中國大型國有發電公司、中國華能集團 負責這座水電站的建造和營運 柬埔寨王家集團和越南國營電力公司 持有少量股份 中國很多國有銀行為該項目提供融資 據報總預算大約接近8億美元 受到該水電站影響的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 包括麥龍族、布呂族、龜族、老族、加萊族、 赫龍族、卡維特族、坦普安族和卡丘族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豪、胡凱文匯道 俄羅斯軍隊本週首次參加了中國軍方的一場 《常規軍事演習》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兩國可能正在發展聯合作戰能力 包括兩國軍隊可能授權使用彼此的電子通訊系統 並建立聯合指揮機構、中俄兩國國防部發布的聲明顯示 在零下舉行的 《細部聯合2021軍演期為5日》 共有一萬多名士兵參加 重點是提高聯合徵手預警、電子信息攻擊、聯合打擊清朝等能力 據新華社報導 在週一舉行的開幕儀式上 中俄兩軍參演士兵一共組成 13個地面方隊和2個空中梯隊接受沙場檢閱 最後由殲20、殲11等、6個空運航空兵梯隊 押續出場作結尾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睇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